假設我們插圖畫完的時候 那我們要如何使用灰階的作品來做個上色呢 首先我們先看我們的圖層面板 我們新增一個新的圖層 那圖層的這邊的屬性呢就用正常就好 先正常 好 再來我們按我們的筆的右鍵呢 我們選我們的軟筆 就這一支 第一支 然後它的不透明度跟流量值啊 可以稍微就是做個降低 不用說 就是太重 那好再來看我們的圖層 圖層這邊的屬性呢 我們先調 揉光 用揉光來上色 好 那再來看我們顏色的面板啊 我們可以用 呃 攝像 立方體 來做個選色動作 那我們可以先 比如說今天我們要畫的是 冷色調的 顏色 那我們就先選藍色 好選好之後呢可以畫看看 當然顏色呢 我們都是要做個調整喔 不見得說 現在所畫顏色就是 正確的 顏色 好那我們要怎麼去就是比如說我們先鋪了一個顏色嘛 那我們可以用Ctrl U 色相飽和度來做個顏色的 呃 調整 好讓我們顏色能達到最好 最好的效果 好那我們這邊啊 我們可能就會加一點暖色 為什麼要加暖色呢 一張好的插圖 冷暖色 並用的話 是 再好不過 第一個今天這邊的 主天氣啊 它是屬於比較 陰暗天 那我們就可以稍微 這邊 這個區塊我們用冷色調來做處理 那 底下的部分呢我們可以用一些 暖色調來做的處理 我們再用色接 來做個調整 然後我們再新增一個新的塗層 我們可以用覆蓋 來畫畫看 還有一個 小色調整 小色調整 還有一個 可以用進去 當然我們這邊啊 因為他這邊是屬於暗面處的 所以不見得說要這邊要去做的上色 那你要全部上色 也OK也是可以的 然後我們這邊呢我們可以再加點紫色 紫色也是算冷色掉的一種 薩冰水 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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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色稍微再拉上去一点 我在上色的时候我不一定会很正统的 画哪就画哪我都是看整体感然后再来做一个局部的刻画就是铺设 我如果觉得颜色太深了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处理调整 我们再新增这个新的涂层那我们这边的涂层呢我们可以用变量变量或者是 可以再使用覆盖啦那最后这个覆盖呢我们是加罪量的地方 一个物体哦他一定会有的 罪量的受光面 这点要记住 好那我们再来我们看我们的背景我们点我们的背景 我们按我们的滤镜 滤镜这边呢他会有个 演算上色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那个 按错 让他跑一下 是按我们的 反光效果 反光效果这个很好用哦 这个是用来加一些细微的光 让你的图啊 更有那个气势感觉 加上去就变成这样 那当然呢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 数值的调整 不要让那个亮这么亮 稍微调整一下 好 这样 那 这边呢他是会有颜色所以是没关系的 好那上色的部分呢当然还有 就是更多的丰富性的那种 变化 那我就先用一些简单式的方式 来做个介绍 我可以可以做这些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